中国与老挝是一一带水的友好邻邦 近年来在蓝媒合作机制的推动下 中老两国在医疗方面的合作逐渐深入 极大改善了老挝当地人民的就医环境 在2017年中国老挝眼科光明行活动中 来自中国的眼科专家在马霍索综合医院 为近千名老挝眼科患者进行了免费手术 中国专家的精湛医术不仅让当地患者重见光明 也获得了老挝医护人员的尊敬 2018年中国元老挝马霍索综合医院项目开工 该项目在马霍索医院原有院区基础上 新建一所总建筑面积约为5.4万平方米 设有600个床位的大型综合医院 这也是中国目前对外援助中规模最大 床位最多投资最大的医院项目 通过这几年的建设给当地的帮助还是相当大的 首先在建设期间我们雇佣了当地的工人 大约是1400人次 一期建设完成后对院方进行了相关人员的培训 培训人员大概是120人次 我很开心能参与给家乡修建这么好的医院 我在这里工作是感受到公司的待遇 相比重新是有提高 也感受到自己或者作为人 今年生活水平是有提高 2021年11月11日 中国元马霍索综合医院项目一期工程正式移交老方 目前二期工程建设也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 项目完全建成后 马霍索医院将成为老挝规模最大 科室设置最全的综合性医院和最重要的医学教学基地 目前已经交付的住院楼和传染病楼 前段时间为老挝收治新外病人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目前要建设的二期的医疾楼和门诊楼 是为医院提供门诊和手术室 中国元老挝马霍索综合医院项目已成为中老有益的又一个历史见证 中老两国将以该项目为里程碑继续深入推进两国在卫生领域的合作 增进老挝人民福祉实现老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